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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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这句的意思呢就是说 请求和善为我做清教师 清教师的意思呢是 在我的生活当中一举一动 有些不移的举止看到的时候呢 就可以为我做一个教诲 巴黎文的普通话来讲的话 就像是自己的父母一样 作为父母呢是不断地教导他们 在生活当中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同样的道理呢是 我们作为清教师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学生 我们也必须要去教诲 他的这个举止行动饮食的部分呢 必须呢是要去观察 关心他 所以呢作为沙米的时候呢 他必须也要有自己的清教师 作为比丘的时候呢 自己也要有清教师 成为沙米之后呢 我们作为各位的清教师 必须要教导 七十五种的众学 众学巴黎文叫做是 会有说明到是 要怎么穿着袈裟 谈话 与人相处 这个部分呢是 就在众学的时候呢 要向各位行者们说明的 接下来呢 继续的说明到的是 生活当中要去执行的 十四种的义务 比如说要上厕所的时候 要注意到的义务任务 礼佛的时候呢 也必须要做到的 这些的事项 作为出家人 绝对不能吃饱就睡 睡饱就吃 绝对是不能如此的 必须要拿工作 同样的道理 就像是你们在家居室 没有到外面上班 也没办法吃饭 我们作为出家人 接受人家的供养的时候 我们也绝对不能吃饱又睡 睡饱就吃 必须要拿工作 这个叫做是戒了 各位持戒了之后呢 谈话的时候 是能够可以说出 良善的言语 各位的动作行为呢 是属于是善良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 生恶业 口恶业呢 因为这个人是 没有持守戒律 各位持守好戒律的话呢 不要去敦促人家说 你们要供养给我 也不能去所供人家的 人家自然也会拿礼敬 也会供养 这就是所谓的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